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浪潮之巅》 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科技作家吴军 他在这本书中讲述了IT行业 在过去七八十年的发展历程 列举了许多大名鼎鼎的科技公司 吴军用这本书告诉我们 企业一旦抓住科技发展机遇 即便后来不寻找新的盈利点 也能因为先抓住科技机遇而不断收获利益 比如说微软公司 垄断了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 以及在现代工作中几乎每个人都用的办公软件Office 即便在未来的很长时间 微软公司不断推出新的服务 靠着吃老本也能有不错的收益 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样 能不能率先抓住科技发展带来的机遇 是很值得培养的一种能力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来解释几个IT行业的基本原则 IT行业呢就是信息技术行业 包括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通信技术 比如说已经投入使用的5G技术 咱们常用的WiFi 还有通讯卫星等等 第二部分呢是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简单的可以分成两类 我们个人使用的计算机 也就是个人电脑和非个人使用的计算机 比如说用于计算嫦娥5号登月运行轨迹的大型计算机 目前我们中国最快的巨型计算机 神威太湖之光每秒计算速度达到了12.54亿亿次 你没有听错 是12.54亿亿次 是有两个亿的 而在1964年诞生的世界第一台计算机 每秒计算仅仅是5000次 第三部分呢是传感技术 比如说指纹打卡 刷脸支付等等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在IT行业大名鼎鼎的摩尔定律 什么是摩尔定律呢 摩尔定律指的就是 平均每18个月的时间 IT行业的硬件性能会提升一倍 相应的硬件价格也会降低一半 比如说刚出一款新的手机 价格呢总是有点贵 但是一年半载之后 价格就会降低很多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等呢 反而要主动的去更换手机 笔记本等电子产品呢 其实这就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定律了 叫做安迪比尔定律 这个定律是讲 不断更新的软件 会消耗掉硬件提升的空间 比如说更新了一个电脑游戏之后 发现原来的电脑运行性能太慢了 那这个时候爱玩游戏的小伙伴 就不得不去重新买一台性能更好的电脑了 有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去更新软件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更新之后 自己正在使用的电子设备的性能 很有可能就无法满足软件应用使用要求了 在摩尔定律和安迪比尔定律的共同作用下 就如同给IT行业装上了两个引擎 软件的提升 迫使用户不得不去更新硬件设备 而硬件设备的提升 又给更先进的软件提供了运行的基础 软件和硬件相互刺激 彼此都发展得很快 同时因为摩尔定律的存在 迫使所有IT公司都必须快速发展 不然的话就会被淘汰 恰恰是因为这种疯狂的发展速度 让IT行业在过去半个世纪中 成为了拉动世界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其中最伟大的发明就是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电子计算机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最重要的第一个关键点是 IBM公司将电子计算机 从科学领域降为到商业领域 诞生于1911年的IBM公司 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科技公司 IBM公司对历史最大的贡献 就是将原本用于科学领域和军方的计算机 成功地转型到了商业民用中 那为什么IBM公司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主要原因有两点 首先 IBM本来呢 就是一个擅长做机械统计工具的公司 IBM公司的主要用户就是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 这些组织机构往往的有大量的统计工作去做 因此IBM公司能够很顺利的把计算机 从科学实验室搬到市场上去销售 如果说IBM是机械时代的跟随者 那么在电子技术的时代 IBM就是开创蓝海的领导者 第二个原因是 因为IBM公司有很厉害的沃森实验室 那这个实验室到底有多厉害呢 简单说一下这个实验室的成果 大家都知道了 它发明了计算机的硬盘 V型硬盘 内存 关系型数据库 最广泛的BCG2算法 和能看见原子的电子显微镜 直到今天IBM在计算机技术的很多领域 都是非常的领先的 比如说它为索尼游戏机设计的八核处理器 是同期英特尔双核处理器性能的十倍 沃森实验室的一位高管说 虽然IBM公司的主要用户是政府机构和企业 几乎不去做针对个人的电子产品 但是IBM每年能从针对去做个人电子产品的科技公司 拿到十亿美元左右的专利费用 这就是知识产权的力量 毫不夸张的说 IBM公司是IT行业最早也是最强大的领头羊公司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聊的是IT行业发展的第二个关键点 集成电路的出现 在集成电路出现之前 计算机的体积都特别的大 耗电量也非常的恐怖 就拿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来说 重达28吨 占地600平方米 比一个标准尺寸的篮球场都要大 耗电量是170千瓦每小时 现代一个三口之家 在不用空调的情况下 一个月的耗电量大约是在200度左右 也就是说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运行一个小时 就几乎用掉了一个三口之家 一个月的用电量 重达28吨的制造成本 加上使用成本 让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成本高得可怕 而集成电路的出现 大大降低了电子计算机的成本 集成电路是什么东西呢 这么来说吧 集成电路就相当于是一个功能很强大的压缩包 能不断地将电子计算机的体积缩小再缩小 在这种快速的发展速度下 电子计算机从庞然大悟进化到了只有一本 画册大小的笔记本电脑和精致小巧的智能手机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 毫不夸张地说 恰恰是因为集成电路的快速发展 才能让电子计算机走进各行各业千家万户 在集成电路的发展历程中 不得不提的就是硅谷的半导体产业支付 先同公司 那么为什么先同公司成了半导体产业支付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先同公司是半导体产业的领头羊 而这行业的领头羊 是由著名的硅谷八叛徒组建的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了 硅谷八叛徒呢 是发明晶体馆的肖克利的八个徒弟 员工 这八个人因为不满意肖克利的管理风格 就离开了肖克利的公司 创建了先同公司 不得不说啊 科学家往往的当不了企业家 因为科学家总是很坚持 某一样东西或观点 对科学研究来说 这是一种非常棒的性格特质 但是在企业管理中 这种性格往往的就不懂得调和 变得偏激和强硬 硅谷八叛徒创建了先同公司 将实验室里的集成电路 成功的推向了市场 很快集成电路这个行业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浪潮 从先同公司离职的员工纷纷创建半导体公司 把集成电路这项技术应用到了各种各样的电器中 可以说先同公司孕育出数以百计的半导体公司 真正将集成电路从实验室的研究产物 变成了最常见 也是最关键 最核心的电子零件 硅谷八叛徒中最出名的两个人 后来创建了举世闻名的英特尔公司 其中一个人就叫摩尔 就是摩尔提出了IT行业最著名的摩尔定律 1976年 21岁的乔布斯发明了个人电脑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苹果电脑 但是第一代苹果电脑的性能很不好 实用性很差 只不过象征意义很大 预示着当时很昂贵的电子计算机 能够走进千家万户了 在当时无论是计算机行业的专业人士 还是普通老百姓 都不看好个人电脑的发展前景 这么来说吧 当时的个人电脑不能上网 不能看视频 不能听音乐 也没有办法办公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office办公软件 只能玩一些简单的编程游戏 而且操作起来也非常的麻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没有电脑桌面 找不到任何应用软件 也没有鼠标 在电脑的显示屏上 只有一个输入各种指令的输入窗口 而你是需要输入各种指令 来操作电脑的 一点都不够便捷 所以在当时 只有对电脑科技特别感兴趣的人 才会去购买 在这样的市场情况下 乔布斯深刻的意识到 想要发展个人电脑 首先价格要降低 其次操作要变得简单 最后功能要丰富起来 有了这样的发展思路 乔布斯很快就推出了 具有跨时代的 麦金托石操作系统 这个操作系统就是 现在电脑操作系统的老祖先 他有了交互式图形界面 有了鼠标 那什么是交互式图形界面呢 就是你用鼠标 双击一个文档 就可以把这个文档打开 你不需要像程序员一样 通过输入各种指定 来操作电脑了 这套操作系统呢 远远领先于微软公司的 DOS电脑操作系统 可以说 在个人电脑的发展早期 苹果公司是当之无愧的 领头羊公司 在这呢 我们顺带说一下 科研能力和变现能力的关系 具有跨时代意义的 交互式图形窗口界面 并不是苹果公司 率先研发出来的 而是在 施勒公司的实验室 发明出来的 这个实验室 可能是世界上 最善于创新 同时也是最不善于 将发明创造变现的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呢 还有一个改变了世界 却没有给施勒公司 带来任何好处的发明 那就是今天 几乎每个人 都在使用的网络技术 乔布斯看到了 交互式图形窗口界面的未来 做出了一个 很正确的战略选择 去建立和完善 苹果的 麦金托使电脑操作系统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现在 每一个使用电脑的人 用的都是 麦金托使电脑操作系统 但历史呢 就是充满了意外 乔布斯犯了一个 致命的错误 乔布斯把尚未成熟的 麦金托使操作系统 展示给了 比尔盖茨看 比尔盖茨当时就惊呆了 居然有这么好的 电脑操作软件 为了打败乔布斯的 电脑操作系统 盖茨用了九年的时间 终于 研制出了Windows系统 听到Windows系统 大家一定感到很熟悉吧 从Windows XP 到Windows 7 再到Windows 10 我们一直都在用 微软的操作系统 那么 微软的统帅 盖茨 是怎么打赢这场 电脑操作系统之战的呢 要知道 乔布斯的麦金托使操作系统 比比尔盖茨的 DOS操作系统 领先了近乎十年呢 首先 是苹果自己出现了问题 而且呢 是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错误的源头 是乔布斯 竟然被董事会给开除了 乔布斯可能压根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 不得不离开 自己欧心沥血 所创建的公司 新任的苹果CEO 为了寻找新的盈利点 同时推进了上百个项目 这样企业的内部管理 就变得非常的混乱 企业的战略目标 也变得模糊不清 不但如此 苹果的野心还非常的大 不仅开发了电脑软件 还在生产电脑硬件 想要把整个电脑行业的蛋糕 都给吃掉 结果呢 软件和硬件都没有做好 苹果电脑的 麦金托使电脑操作系统 是一个封闭的操作系统 在这个电脑上操作软件 只能用苹果自家 研发出来的软件 这个呢 就大大影响了 麦金托使操作系统的推广 这就等于 苹果呢 把自己放在了 整个行业的对立面 这样的策略 无疑呢 会引来很多的竞争 更不幸的是 苹果遇上了 IT行业的拿破仑 那就是比尔盖茨 这不仅仅是苹果的不幸 更是美国 无数科技创新公司的不幸 比尔盖茨太厉害了 他不仅懂技术 更懂得如何运用 商业策略来击败对手 在和苹果电脑竞争的时候 微软的DOS电脑操作系统 在技术上很落后 但是盖茨呢 却制定了很棒的营销策略 打造出了一个价格更便宜 可以兼容 其他科技公司软件的操作系统 如果说 苹果公司是赢在了技术上 那么微软公司 是赢在了营销策略上 那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我们买了苹果的电脑 但是只能用苹果的软件 可是我们买了微软的电脑呢 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软件 而且微软的电脑 比苹果的电脑要便宜很多 所以很明显吧 微软赢得了用户和市场 九年之后 微软最终研发出了 比迈进托式操作系统 更加优越的Windows系统 一下子垄断了电脑操作系统 当微软垄断了电脑操作系统以后 又推出了Office办公软件 让个人电脑呢 开始成为现代公司员工 必备的工作软件 当互联网诞生之后 进入网页是要收费的 于是微软推出了 自己免费的网站 Webler网站 这个网站的图标 大家呢一定很熟悉 就是那个蓝色的 小写的英文字母E Office办公软件和Webler网站 都绑定在Windows系统上一起出手 最终微软呢在盖茨的领导下 成为了微软帝国 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 IBM公司是如何失去了 个人电脑领域的霸主地位呢 在个人电脑行业 刚刚发展的时候 在IBM公司面前 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 只是小弟 当IBM公司看到了苹果公司 推出了个人电脑之后 也组建了一个小部门 去做个人电脑 很快 IBM公司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基础 和强大的科研能力 生产出来的个人电脑 占据了整个个人电脑市场的 四分之三以上 但是很可惜 IBM公司不但没有成为 个人电脑行业的领头羊 反而在2005年 IBM公司把自己的个人电脑业务 卖给了中国联想 其中最著名的电脑品牌 就是ThinkPad 此后IBM公司就放弃了 个人电脑这个业务 那么在这中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首先 IBM公司的用户群体 是政府机构和企业 说白了 在当时 IBM公司看不上 个人电脑行业的那点油水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IBM公司首次生产了 十台个人电脑 全部收完 获得的利益 远远没有和一个企业 谈一笔单子赚的钱多 于是IBM公司对个人电脑的发展 完全不上心 其次是美国反垄断法的限制 IBM公司已经是电子计算机生产 和服务行业的巨无霸公司 如果再去抢占个人电脑行业的市场 就会惹上官司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 微软的强势崛起 IBM公司在个人电脑行业 竞争不过微软公司 不得不放弃 好了 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到这就要结束了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在个人电脑诞生的浪潮中 苹果公司虽然首先 推出了个人电脑 赶了一个大早 技术也不输给任何公司 但是输在了公司运营上 而微软公司在比尔盖茨 强有力的领导下 占据了个人电脑产业中 最核心的位置 那就是电脑操作系统 同时在前面的两节内容中 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规律 科技领域的产品 会不断地降维到 现在的生活中 就拿电子计算机来说 最早运用在科技军方领域 然后第一次降维到了 商业和政府机构领域 等到第二次降维的时候 就到了个人领域 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去使用了 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连接 把人和人 人和信息 信息和信息连接在一起 在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 有三个代表性的公司 为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做出了跨时代意义的贡献 分别是四科公司 雅虎公司和谷歌公司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被誉为全球最幸运的科技公司 四科公司 互联网的最重要的硬件基础呢 就是路由器 这种电子设备 可以将多个网络连接在一起 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我们上网看视频 听音乐 背后的互联网运行模式 是网站 先把各种信息内容 储存在数据库里 而负责把数据库和我们电脑连接在一起的关键电子设备 就是路由器 还有大家经常说的网卡 其实就是装在笔记本电脑中的路由器 路由器是四科公司的两个创始人发明的 这里有一个很浪漫的爱情故事 这两个创始人呢 是一对校园情侣 他们很苦恼一件事 那就是在不同局域网中 用电子邮件沟通很不方便 那局域网又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能把一个房间的电脑连接起来 但是局域网不能把距离很远的两台电脑联系起来 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很痛苦的问题 就像现在热恋的一对校园情侣 在寒暑假不能沟通一样 于是这对情侣大胆的构想 能不能创造出一个东西 把不同的局域网联系起来呢 他们创造出的这个东西 就是大名鼎鼎的路由器 这对情侣呢 还创建了四科公司 可以说四科公司 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一家公司了 刚刚出现就变成了 全世界最被需要的公司了 因为大家都需要沟通 而互联网能让沟通变得更加便捷 和充满想象力 很快四科公司就发展成了 世界级的IT硬件公司 在这里呢不得不提一下 四科公司真正的对手 是我们中国的华为 可以说华为呢 是中国唯一一家世界性的企业 因为华为的业务主要是在国外 而像腾讯和阿里巴巴这样的 大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在国内 华为最核心的产品 并不是华为手机 而是最先进的5G网络通信技术 在这儿呢我们也能验证一条市场规律 就是一家企业必须不断的寻找新的盈利点 才能不断的发展下去 不然的话 即使是曾经无比辉煌的公司 也只会渐渐死去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另一家公司 奠定了互联网行业的基本形态 开放免费能赚钱的雅虎公司 在互联网诞生的时候 你想要打开网站都是收费的 比如说你想在网上搜索 浪潮之巅这本书的介绍 打开网页之后呢 就会蹦出一个收费二维码 你需要扫一下 付上几块钱才能看这本书 可是你现在去网上搜这本书的介绍 都是免费的 这就要感谢雅虎公司了 是雅虎公司将互联网变得开放免费 雅虎公司是一个成功的互联网门户网站公司 什么是门户网站呢 大家现在使用的新浪 网易搜狐等都是门户网站 很类似网站超市 你可以在这些网站超市中 找到你想要的网站 雅虎公司的格局很大 它让用户免费在网上冲浪 目的是为了流量 流量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它可以做广告 于是在互联网行业出现了一句很著名的话 羊毛出在猪身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解释一下 网站免费给用户提供网上信息 但是做网站是需要成本的 这个成本不需要用户来支付 而是让广告公司来支付 因为广告公司在网站上打了广告 可以说雅虎公司用互联网开创了一片崭新的蓝海市场 各位有时候会员可能不了解 广告市场有多么庞大 在2019年 美国在互联网上的广告费用达到了2114亿美元 平摊到美国人身上是700美元 中国在互联网上的广告费用达到了981亿美元 平摊到每一位中国人身上呢 大约是70美元 也就是450元人民币 吴军老师说 一个产业早期领导者选定的商业模式 对这项产业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 如果不是雅虎 互联网呢很可能像汽车一样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只能是有钱人的奢侈品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早期的互联网就像价格昂贵的跑车一样 用户群体很小 而雅虎公司则让互联网 变成了人人都能够几乎没有成本的进入 但是雅虎公司还是输给了后起之秀 谷歌公司 谷歌公司将互联网的发展 推向了高潮 谷歌公司从一开始呢 就以一个挑战者的身份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这个公司不仅在技术和商业上 挑战比自己更大更强的公司 而且在理念上挑战传统 到2018年年底 谷歌呢已经是一个员工数量超过十万的跨国公司了 而且呢还在不断的挑战自己的极限 创造奇迹 接下来呢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谷歌的传奇 当雅虎带动互联网兴起的时候 互联网上的内容往往是混乱的 用户很难快速准确地找到自己想要的高质量的内容 那在这种情况下 谷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网页更干净更好看 谷歌始终坚持不做横幅广告 始终不做弹出广告页面 把广告放在搜索结果的右边 站的版面不大 不干扰用户阅读正文内容 很多人使用谷歌网页多年 甚至没有注意到谷歌在搜索结果旁边投放的广告 谷歌这种干净整洁的页面很受欢迎 因此呢谷歌的用户数量一直在增长 我们国内的几个大的门户网站 都是在学习谷歌的做法 可以说谷歌啊 确定和引领了门户网站的发展趋势 谷歌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 坚持内容为王 这让他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谷歌的目标是让所有人 更加便捷地在互联网上 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 谷歌是通过搜索广告来实现盈利的 而搜索结果的排名 关键地取决于两个因素 网页和查询的相关性 及网页本身的质量 为了做到尽可能保证 大多数查询结果能让用户满意 谷歌长期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不断地改进搜索排名算法 也就是不断地找出更好的内容来 当谷歌的搜索引擎变得非常流行后 很多公司找到谷歌 表示愿意出钱将自己的搜索排名 在搜索结果页面中往前靠 但是谷歌坚持搜索排名不出售的政策 也就是说谷歌公司坚持了自己的价值观 和行为准则 没有向短期利益低头 而是一直在坚持战略目标 那就是成为最好的网页搜索公司 如果想通过谷歌的流量来做广告 谷歌是非常受欢迎的 不过谷歌会在页面中 注明哪些是广告商的链接 哪些是搜索结果 比如说你在网上搜 什么牌子的手机最好 在谷歌的页面上会告诉你 哪些链接是内容 哪些链接是广告 谷歌做的这两件事情很快就超越了各种各样的对手 在2002年的时候 谷歌已经占到了全球搜索流量的70%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比例 也意味着谷歌已经成为互联网产业的领军企业 我们先来看一看 在互联网时代 有哪些曾经的巨无霸公司彻底出局 第一个被淘汰的巨无霸公司 就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这个公司由电话支付亚历山大贝尔创立于1877年 在整个20世纪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美国乃至于全世界最有科技竞争力的公司 是当之无愧的通信行业的领军企业 但是从1995年到2005年 在这十年的时间里 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公司 错过了两次绝佳的发展机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 延续至2005年的无线通信 也就是移动手机通讯 和2000年前后的网络革命 它不仅没有利用好这个发展机遇 反而在这两场革命中丢了性命 移动手机的蓬勃发展 挤掉了坐机电话的市场 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让现代通讯从以语音通讯 变成了以文字图片视频为主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市场 被无情的挤掉了 其实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在过去超过100年的时间里 一直占据着通讯行业的老大宝座 几乎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够不断地有利润产生 于是这个公司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在竞争无比激烈的IT行业 只能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第二个被淘汰的公司 就是移动手机支付摩托罗拉公司 摩托罗拉公司是一个贵族式的公司 特别重视产品的性能和质量 在20世纪90年代初 摩托罗拉在移动通信 数字信号处理和计算机处理器 三个领域都是世界上技术最强的选手 更难能可贵的是 它的产品声誉极好 如果摩托罗拉公司能通吃三大市场 那么它无疑是当今全球最大的IT公司 即使它能够垄断其中一个 也会是一个巨无霸的公司 但是很可惜 它一个都没有做好 这个无线通信革命的领导者 被自己掀起的技术浪潮给淘汰了 其实背后最大的原因 恰恰是摩托罗拉公司 太在乎产品的性能和质量 总是试图把产品打造得无比完美 同时代的韩国三星公司 芬兰的诺基亚公司 往往只是换一个很流行的外壳 或者多一两个无关紧要的功能 就算是一款新手机了 但是摩托罗拉公司固执地认为 手机的核心竞争力是通信性能 摩托罗拉公司没有意识到 手机已经渐渐地从一个单纯的通信工具 变成了一个流行产品 能听歌 能拍照 能玩游戏 谁也没有想到 短短几年的时间 手机之父摩托罗拉公司 就失去了手机行业的竞争力 它的领军地位被芬兰木工厂出身的 诺基亚公司代替了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巨无霸公司的破面 如同一头鲸鱼死去 反而孕育了更多的新生命 一家公司的发展历程 就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 有成功的辉煌 也有失败的灰暗 有年轻时的朝气蓬勃 也自然有衰老垂木 有公司因为没有跟上互联网的浪潮而出局 也有国家和地区 因为跟上了互联网的发展浪潮 而开始崛起 在过去的50年里 IT行业成为了促进 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哪一个国家或地区 赶上了这一次技术革命的浪潮 就成为了世界的领导者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三次工业革命 给不同国家带来的巨大改变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发生在英国 爆发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浪潮 这次工业革命 让小小的英国 变成了十八十九 整整两个世纪的日不落帝国 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 主要是发生在美国和德国 爆发了以电器和化工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浪潮 由此美国开始走上了世界霸主的道路 而德国则有了底气 连续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发生在美国 而我们国家紧跟其后 爆发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浪潮 我们国家很幸运地赶上了这次浪潮 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 则因为错过了这次机会而落伍了 包括欧洲 日本 俄罗斯 等等 在2008年也就是3G网络元年 我们国家提出的TDSCDMA 已正式成为全球3G标准之一 和欧洲 美国各自提出的3G标准并利 这标志着我们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 已经进入世界领先之列 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用手机移动支付 是很简单的事 早一早就OK了 但是在欧洲 俄罗斯 南美 非洲 这些国家和地区 就很难做到 或者说普及程度很低 这样的现实案例呢 成功证明了吴军老师的一个观点 谁抓住了科技发展的机遇 走在了科技发展的前锋 就能获得巨大利益 从而快速地强大起来 而吴军老师写这本书的目的呢 就是让我们这些读者提升视野 扩大格局 去了解科技产业发展的规律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培养自己竞争力的思维能力 来应对未来的变化和挑战 进入21世纪 互联网已经得到了快速发展 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流行 我们又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世界上第一款智能手机 是摩托罗拉公司在1999年12月 推出的一款触摸屏手机 但是直到2008年 智能手机才真正流行下来 在2008年移动通讯行业 发生了两件跨时代意义的事情 第一个事情呢是出现了3G网络 3G网络给智能手机提供了 可以支持移动社交 查看图片 观看视频的网络速度 如果没有3G网络的出现 就算智能手机的功能再完美 也是无法使用的 就像一辆完美的跑车 却没有汽油 继3G网络之后的4G网络技术 5G网络技术 以及随处可见的WiFi热点 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严重依赖于网络技术 毫不夸张的说 移动通讯技术的地位 已经等于连接千家万户的道路了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乔布斯的苹果手机 几乎在3G网络技术成熟的同时 乔布斯推出了超级优秀的 苹果3G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发展了五六年 依然是不温不火的小众产品 乔布斯很像一个点石成金的魔术师 智能手机到了乔布斯的手里 就很快变成了流行全世界的产品 《浪潮之巅》这本书的作者 吴军老师曾经在第一时间 使用了这款革命性的产品 他说这是他见过最好的一款手机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苹果手机带动了一次 移动通信的产业革命 在2008年 苹果3G手机进入中国市场之后 很快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智能手机品牌 很客观的说 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繁多的智能手机品牌 都是在山寨苹果的智能手机 比如说已经消失的酷派手机 乐视手机 金利手机 天鱼手机等等 而中国智能手机品牌之所以能够紧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谷歌公司开放了安卓手机操作系统 在2007年 谷歌公司成立了安卓联盟 它包括世界上一大半处理器芯片制造商 手机厂商和移动运营商 其核心是围绕开源的安卓手机操作系统 打造一个开放而兼容的移动通信产业 到了2008年 和谷歌公司深度合作的几家手机厂商 开始推出采用安卓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 谷歌公司比苹果公司开放多了 苹果公司研发了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只在自家的苹果手机上 其他品牌的手机不能使用 而谷歌公司研发的安卓版手机操作系统 能用在任何品牌的智能手机上 如果说苹果的智能手机发起了一次 移动通信的革命 催生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那么开放的安卓手机操作系统 则大大提升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速度 苹果的智能手机是一花独秀 而开放的安卓手机操作系统做到了百花争艳 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或者成功企业家的讲述中 总是让很多热血青年感受到 创业是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故事 而成功的企业家呢 就是当代的英雄人物 年轻人的偶像是上个世纪80年代 开启个人电脑时代的乔布斯和比尔盖茨 是90年代开创雅虎网站的杨志远和费罗 是21世纪初建立谷歌公司的佩奇和布林 接下来是特斯拉公司的马斯克和Facebook的扎克伯格 这些成功人士的传奇 点燃了年轻人心中创业的梦想 就如同好莱坞的明星 带给无数少男少女明星梦一样 于是无数满怀壮志的热血青年来到了硅谷创业 可是创业太难了 完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强烈的反差呢 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们习惯性的站在上帝视角去观察和解读 在科技发展的汹涌浪潮中 不同的公司选择了什么样的发展策略 又分别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 这就让我们误以为创业是做对选择 而能不能做对选择 仿佛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比如说当移动通讯的王者 摩托罗拉公司 诺基亚公司相继衰落甚至破产时 我们就能总结出一个很正确的道理 适应环境的公司才能生存下去 于是我们习惯讲这些事后诸葛亮的话 可一旦从上帝视角切换到当事人的视角 真正走进一家IT公司 我们就会由衷的感受到 在硅谷开一家创新型的科技公司 太难太难了 接下来我们模拟的IT公司是一个3D视频公司 在技术上利用了5G网络做3D投影 也就是说把平面的视频做成了立体的视频 这可是一个很棒的技术突破 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怎么破局让创业公司发展起来 当你的创业团队有了一个真正有用的颠覆性的创新技术 才有可能获得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 也就是说仅仅在开始创业的时候 你就必须有强大的技术能力和风险投资的支持 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有多难呢 展示一下风险投资方是如何刁难创业者的话术 大家就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创业围歼这四个字的重量了 风险投资方会问创业者 这个创业项目微软在做吗 如果创业者雄心勃勃地回答 微软还没有做 风险投资方会立马敲下一桶冰水 微软都没有做 你去做能打开市场获得成功吗 如果创业者小心翼翼地回答 微软已经做了 而且做得很好 风险投资方同样会刁难创业者 那既然微软都做了 你去做能竞争得过微软吗 没有风险投资的资金支持 创业公司就很难坚持下去 风险投资对创业公司的重要性 就等于奶水对婴儿的重要性 风险投资是在1960年之后出现的 风险投资和贷款最大的不同 是风险投资不需要抵押 也不需要偿还 如果投资成功 风险投资家就会获得几十倍 甚至是上百倍的回报 如果投资失败 那投资的钱就等于打水漂了 对于年轻创业者来说 利用风险投资的资金支持来创业 既能获得资金来源 也不用担心创业失败导致的债务 这就大大提升了年轻人创业的成功率 比如说雅虎公司的创始人 杨志远和费罗 在创业的早期 很快就烧光了自己筹措的创业资金 一下子就掉进了 没有钱可用的危急困境 不过雅虎公司很幸运 得到了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 红杉资本的投资 很快就渡过了危机 并且成为了世界级的科技公司 但是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少见了 在硅谷风险投资相关的统计数据里 每年会有不到5000家创业公司 得到风险投资的资金支持 但是绝大多数公司 只拿到第一笔投资后 创业就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中 不得不关门倒闭了 而每年能够成功上市的公司 一般不会超过30家 也就是说 即便是拿到了风险投资的资金 最后能成功上市的公司 也不到1% 何况还有很多创业公司 压根就得不到风险投资的资金 我们讲创业公司的艰难开局 并不是打击创业青年的热情 相反 我们是想讲清楚创业的艰难真相 帮助真正想要创业的人 能够看清创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从而避免因为缺少认知而带来的失败 和损失 现在我们的3D视频公司拿到了风险投资 并且成功的推出了一代APP 但是距离真正的成功还为时尚早 因为至少还要突破三个不同阶段的竞争困境 竞争的第一个阶段就面临来自内外两个方向的致命打击 来自内部的打击时很难快速变现 当我们成功推出第一代3D投影视频APP之后 这款软件势必对手机硬件的性能和网速有着更快更好的要求 这就导致用户群体的数量很难快速的增长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创业公司就很有可能因为资金链的锻炼而面临绝境 从这样的严峻现实中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在创业的时候 要怎么把赚钱考虑在第一位 因为不赚钱的公司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和犯罪 来自外部的打击就是 行业内原有的头部企业会推出同样的软件服务 比如当出现第一款3D投影视频APP之后 很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冒出很多不同品牌的3D投影视频APP 那么刚刚创立的一家创新公司 能竞争过行业霸主吗 这就是让很多创业者都很被动和痛苦的马太效应 强大的公司往往会越来越强大 所以我们才会说 创业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能把创业做成功就更加不容易了 在战胜了第一阶段的困难之后 我们马上就会迎来第二阶段的发展瓶颈 当我们的3D投影视频APP有了更多的用户之后 如何继续往前发展 并且一直保持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瓶颈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困境了 比如在1886年德国人卡尔·奔驰获得了世界上第一项汽车发明专利 也就被后人誉为汽车之父 此后的二三十年里 汽车的发明人卡尔·奔驰一直将汽车当成有钱人的奢侈品去打造 直到采用了流水线生产的福特汽车出现 汽车才算是真正的走进了千家万户 也迎来了爆发式发展的时期 福特是美国的汽车大王 他将汽车从一个奢侈品变成了一种 普通人能消费得起的普通商品 而汽车之父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讲这个例子是想说明 能不能做出正确的营销策略 是非常的重要的 也是有难度的 我们模拟的3D投影视频公司进入稳定的发展期之后 又该如何在适应市场和引领市场之间做出正确的发展策略 来保证公司在发展的路上不会走错路或者说停滞不前呢 等我们模拟的3D投影视频公司终于成为了5G时代最强大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之后 又要面对最后一个阶段的竞争死局了 为什么说是竞争死局呢 因为任何公司都不希望自己走向死亡 但理性和历史告诉我们 死亡是几乎不可避免的问题 那些曾经无比辉煌的伟大公司 也想过很多方法来避免衰老死亡 但最后还是被扫进了历史的尘埃里 在模拟3D投影视频APP发展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从上帝视角切换到了中间视角 那各位有时候会员可能会感到有点不好理解 或者难懂 背后的原因很简单 视角的转变 让我们从一个看热闹的吃瓜群众 真正走进了IT行业 走进了互联网的世界 去真正的感受和体验 科技发展和商业发展 带来的惊涛巨浪 以及创业做一个科技公司的 艰难和永远无法避免的 种种竞争和困局 好那到这儿呢 我们的《浪潮之巅》这本书就全部讲解完了 期待与你在下一本书中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